那接下来是社会知识 那这个的话其实这一张slide 如果各位来宾各位听众 只有上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有来听程大的游一龙教授来演讲 我想已经知道这在讲什么 不过我在想可能也有一些来宾 第一次看到这个 我跟大家先讲一下 我们直接讲程大的研究 然后我再把在人际上面的状况 分享给各位 程大的上个月的游一龙教授 他是从神经可塑性的研究 来谈压力对于我们人的影响 那其实大家如果没有对动物的研究 有经验的话 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动物怎么研究 动物通常我们这种叫小鼠 小鼠通常他头脑还算不错 所以通常要考他的学习 考他的记性 考他对压力的反应是怎么样 把小鼠丢在水里面 看他游泳的状况 然后那个水会刚刚好 会让小鼠淹着 然后有时候就是在那个水水面下 当然他是看不到水面下面 水面下面有那个他可以走的路径 如果你没有记得那个路径 你走偏了就会掉到水里面 就会真的淹死了 所以小鼠的研究呢 他就是来看说 让小鼠先走过一次这个水迷宫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做了某些处置 或者说做了某些其他的不同的状态之后 来看一下他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水迷宫 就是考他的记性 好 那所以陈大游教授 他们的团队研究是怎么样 给他巨大的压力 对于小老鼠而言 小鼠而言 大家会觉得有什么巨大的压力 关在水牢 关在这一个水牢里面 去垫他 去垫他的脚 让他觉得没办法 就一直在里面被垫 那垫久了 他当然那个小鼠会很害怕 因为是无法预期的外在压力 那这时候再去让他走水迷宫 让他去学习一下说 到底这一次没有水的时候 这个路径 看他下一回装水之后 记不记得 结论就是说 给你巨大压力 如果这边 如果只有一只老鼠 只有一只小鼠 他给他巨大的压力的话 学习能力变差 但是游教授的团队 做的当然不止这个 因为如果各位听众 有听我刚刚讲的 一个巨大的身心压力 本来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肥料 导致于我们的记性不好 心情不好 所以就是一样 帮你一只在这边 没有这三只的时候 学习能力就会变差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但是他发现说 如果他这一只 在给压力的时候 有三只 三只他的朋友 他的同志 陪他一起受压力的时候 本来学习能力不好的 他学习能力就恢复正常 而且游教授他做的是大脑里面的肥料 就是BDNF这些神经荷尔蒙 他就看说只要有老鼠陪着他的时候 其实他的大脑肥料的量也回来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动物的研究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自己独自受压的时候 你的学习能力可能因为你的大脑肥料 那些的影响 让你心情不好 记忆性不好 但是当你有一个同侪团体 有朋友 有人际关系的时候 其实你的大脑肥料 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那其实除了动物的研究之外 这是上个月 游教授他们的研究主题 其实也相当多的人类的研究 发现说 如果有丰富的一个 支持自己的同侪 朋友 社会网络的人 比社交关系差的人 有较加以及较长的一个寿命 较加的健康 而且呢 其实他的受压的状况下 比较不会那么脆弱 所以人们在朋友关系 社会团体的关系里面 免疫系统也会比较强健 人的情绪也比较好 比较少感受到压力事件的出现 因为有好朋友 一起这样子聊聊天 一起聚餐 彼此鼓励 彼此聆听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跟动物的研究一样 是可以舒缓压力 避免影响到身心健康的 那第三个 我想对于各位 今天有来听的 那个来宾 今天只有 而言 也是相当 简单的 各位一定会很清楚 适当的运动 当然我想各位的年龄 可能有一些 过度的激烈的运动 像什么二三十岁的人 那种什么跑 什么几公里 可能很难 但是适当的运动 因为运动本身 你也需要找你的同侪团体 那当然有些人喜欢自己 这样子走路散步 也都OK 但是适当的运动 本身就有舒缓压力 身心放松的一个 一个效果 那运动 当然对于身体是OK的 消耗体内脂肪 让体内的一些肺物毒素 可以清理掉 让我们有一种 所谓的脑肺 各位来宾 可能第一次看到脑肺 这个字 其实大家应该听过 马肺 马肺是毒品 是外在的 那什么叫脑肺 脑肺是内在的 就是我们内在 自己大脑产生 当你规律的运动 而且是比较高强度的 运动的时候 你运动到一个程度 的时候 就会大脑里面有脑肺 但是还是要跟各位来宾 第一次听过 这脑肺都是我们自然 自然天然人体产生的 不是外力 那所以说 其实规律的一个运动 有些人 各位可能也听过 有些人运动就是成吃了 每天都要跑 每天不跑的话 好像就觉得全身不对劲 无精打采 明明跑完应该会累 可是有些人运动起来 越运动 他精神越好 这个就是大脑自然产生 当然自然产生就不会是毒品 大家可以放心 自然产生的 所以适当的运动 脑肺制造 让你心情好乐观 那本来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大脑肥料会下降 但是呢 如果我们持续的运动的话 会让本来已经产量越来越少的大脑肥料增加 让其他的一些神经滋养的肥料 能够增加减缓老化 好 所以这边的图再跟各位秀一下 我想各位今天如果已经听了我刚才讲的话 就知道这是大脑的肥料 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增加大脑肥料的量 一些社会的环境互动 一些身体的运动 动动脑 社交 这些东西都可以增加大脑的肥料 增加大脑肥料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不会那么害怕压力 我们的神经可以这样子长得非常的茂盛 再生分化 什么样子的时候大脑肥料会少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压力过度的话会影响身体之外 还会影响我们的心理 心理的压力这些会让大脑肥料减少 也会经由压力荷尔蒙 最后会让神经本来应该长得茂盛都萎缩掉 所以这是一样的意思 运动的话可以增加各种相关的大脑肥料 增加相应的这些大脑里面的生理生化 认知跟情绪的变化 如果长期一直有压力的话 反而会让这些变少 好所以这边再跟大家秀一次 因为有压力的话就会有所谓的压力荷尔蒙 压力荷尔蒙会影响我们的记忆 如果我们运动的话会经由大脑肥料 以及其他的一些健康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记性 改善我们的整个脑力 所以运动本身可以改善慢性压力 造成的各种认知跟情绪变化 那最后稍微再提一下下说 那不健康的压力疏解方式有哪些 我想这些大家都已经有遭遇过 就看到说别人可能是这样子 有不健康的压力疏解方式 有些人就是shopping 去买很贵的包 或者说暴饮暴食 抽烟 喝酒 吃太多高脂食物 吃太甜 吃太咸 或者整个懒洋洋 不出门 运动不足 这些事实上 我们本题是压力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的话 其实这些本身就很容易 因为第一压力本身 就会经由刚才讲的各个系统 影响到我们身心各种疾病 那这些东西本身 又会加重心血管 糖尿病 高血压 甚至各种身体疾病相关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过往一个研究 那简单来说 其实现在的研究也是类似的结果 通常65岁之前 因为过往的平均寿命比较低 现在大家当然知道 以我们台湾而言 平均寿命也到70几了 那过去的话 他们就研究说 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 才会造成说 什么原因才会造成65岁 过去多年前 平均寿命是65岁的时候 什么原因才会造成65岁之前提早离开 最大比例的是什么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其他可能跟生物有关 跟基因有关 或者跟环境有关的 其实加起来比重 都还没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健康的压力疏解方式 来的比重大 意思就是说 如果遇到压力 你妥善的处理 正向的面对 当然OK 可是如果你就是 没有一个很健康的方式 用一些暴饮暴食 其他比较伤身的方法 当然容易影响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再讲一下 稍微再帮各位听众再整理一下 压力会影响健康的四个层面 第一个是什么 压力对于各个器官系统的影响 所以其实压力对于各个器官系统 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是那几个系统的影响 再来的话 压力会破坏免疫系统 降低对癌症或者细菌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能力 免疫系统 当然是跟我们对病毒 对细菌有关 可是事实上 越是一个强壮的身体的话 对于癌症 也能够有防御的能力 再来的话 第三个是什么 有些人会过度专注于压力 一直在想那件事情本身 导致于说 他疾病的一个症状 他开始便秘或者开始有便血 可是有些人一直在注意 他的生活中的压力 导致于他忽略了疾病的症状 第四是什么 不健康的压力疏解方式 这个也会影响 这四个层面都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所以很抱歉 我跟各位来宾说明一下 这张图其实来不及帮各位翻译成中文 因为这是从美国的史丹佛大学的网页 那个翻译 就是copy过来的 史丹佛大学对于压力跟健康 已经成立了相关的网页 事实上不是只有史丹佛大学 几乎是全世界先进的医疗院所 都在研究压力跟健康 那为什么我不翻译给各位 简单的来说压力没有妥善的处理的时候 其实就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系统的身心健康 包括说纯粹的心理健康的话 忧郁症 那其他的话我讲给大家听 大家会知道说几乎所有的系统 头发的系统 脑力 肌肉 消化系统 皮肤 嘴巴 心脏 然后会感冒 气喘 心脏病 消化溃疡 这些皮肤起湿疹 其实史丹佛大学网页上也提到说 压力经由我们刚才讲的内分泌的轴向 也有可能跟癌症 也有可能跟整个睡眠心情 所以其实虽然没有翻译这两页给各位来宾看 但是简单来说压力过度 没有妥善的面对 没有正向的处理 的确会影响到所有系统的身心健康 所以这是一位就是数十年前 1940 50年代在研究 使用老鼠 小老鼠在研究 压力的一个对动物的影响的一个专家 每一位就是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上 在研究压力的学者 都会看过他的一个研究 他提到说怎么样 他说压力本身并不是造成伤害 是我们每一个人因应压力的方式 才会造成伤害 它并不是stress cure us 压力不会杀人 是我们的反应 我们如果是很负向的看待压力 我们如果是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或者我们的整个免疫系统受到压力影响之后 才造成伤害 压力本身并没有伤害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最后来讲到 检测自己的压力指数 刚才我们主持人汤医务长 已经有跟各位讲到说 我们金剑会有出新的那个红绿灯的一个压力指数的检查 就是32个题目填过之后 其实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压力指数 那已经因为金剑会那个APP 已经在各位可以随时 不管说是Android系统 或者说那个Apple iPhone系统都可以download 所以那一个我想各位可以 就是回去再用手机download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那个金剑会的红绿灯的系统之外 32题之外 还有哪些题目可能是跟压力有关 这是另外一个稍微简化一点的 当然跟金剑会的可能见仁见智 大家我想各位来宾不妨都试试看 这是从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健康99网站 来看所谓的压力指数 其实这里面一定有不少的题目 是跟金剑会的那个红绿灯的系统会有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你是否觉得容易紧张 工作总是做不完 你是否老是睡不好 失眠或者睡眠品质不佳 你最近是否有情绪低落 忧郁烦躁的情况 或者最近会望东望西变得很健忘 再来你是否觉得说胃口不好 或者胃口特别好 有的人压力以来是拼命的吃 所以是不好或特别好 最近六个月是否生病不止一次了 然后会不会觉得很累 假日都在睡觉 或者觉得头痛腰痠背痛 那有没有觉得最近常常觉得意见都跟别人不一样 或者觉得说注意力难以集中 或者说对于未来一直感觉不确定感恐惧感 或者有些人说你气色不是太好 那这个是12题 当然我想因为这是比较简单版的 这只有是跟否 但是我们如果说各位有看我们金剑会的 刚才汤佑长讲的那个app的话 它是每一题32题每一题分五个等级 所以就细致度的话 当然还是金剑会的来的比较细致 那我们来看这个是跟否的话 总共12题 三个是的话表示还OK 四到五个是的话 也许因为这个国民健康署 比较针对职场的压力 四到五个是的话 可能稍微多建立一下你们的人际关系 多跟良师有聊一聊 六到八个是的话 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心理卫生的专业人员 那如果九个以上 总共只有12题 12题的是否 如果九个以上的是的话 表示说压力真的很严重 还是要看一下精神的专科医师 好 所以最后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 来如何避免压力过大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来宾讲到说 stress stress 跟desert 是同样一个字母拼法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 那我这边的话 我来换一个角度来讲 stress 我想大家知道是压力 舒缓压力的方式是 刚好自首 就是stress 那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会面对考试有压力 面对什么生活有压力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stress是什么 第一个s是什么 support 家人好朋友跟同侪团体 常常找朋友聊天 常常找朋友吃饭 或者拜拜 或者说爬山 一起有共同的兴趣 一起跟家人好朋友同侪 聚在一起 三五好友 这样子聊聊天 这样本身就有分享支持 这个是第一个s 第二是怎么样 time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 哦怎么办 这个压力好大 有一些压力是真的要慢慢随着时间过去 才能解决的 所以不要急 也许就是先慢下来看一下 time 第三个是什么 relaxation 肌肉放松跟腹式呼吸 各位来宾知道什么是腹式呼吸吗 我想有不少来宾知道 如果还不知道的来宾 请各位不用客气 YouTube上 各位用肌肉放松 或者用腹式呼吸 都有不少video 不少视频可以看 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 或者即将面临压力的时候 请你练习一下 肌肉放松腹式呼吸 当然平常的时候要练习 平常时候练习 让自己整个 可以整个自律神经 整个舒缓下来的时候 真正面对压力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的觉得不安 再来 一的话是每天运动 每天运动 当然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 不是过量激烈的运动 是在你的体能内 可以的状况下运动 所以当然大家可以知道 五六十岁的人 绝对不能跟二三十岁比运动量 所以是跟自己比 如果说各位过往 每天可能出门 这样运动不到半小时的话 我们就以半小时为目标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稍过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说 好像过度受不了 是跟自己比 跟自己的同年龄 当然同年龄的人 大家体能不一样 那就是还是要比自己 能够做的量 稍微再延长一点 每天的运动 每天晒一些太阳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这个S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很多 就是正向的思考 不是因为有些人会说 我每天都过得这么苦 过得这么烦 我干嘛要笑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 不是因为你每天都过得很快乐才笑 而是因为你每天都想到 想都一直笑 笑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就比较会正面思考 每天去欣赏你生活里面正面的事情 就是每天应该是先往正面讲 你才能够开始有效了才会幸福 好 最后的话 刚才那个医务长前面有特别讲到说 心灵工坊两年前出的 这开心书鸦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话 因为心灵工坊帮我们台大医院精神科 出了一系列的重书 那跟压力比较有关的 其实是我这一本 还有另外一位林毅婷医师的一本 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 我最后带给各位来宾 各位金剑之有一个总结 适度短暂的压力 适度的压力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表现的 但是过度慢性 过度长期的压力 是会伤害我们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要避免过度长期的压力 那如何避免呢 当然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stress那些 或者说下面这些 那过度的压力的话 其实就像压力不足一样 我们刚刚讲到 个人表现是在有适度压力 才会OK的 过度压力就是 跟压力不足都一样 那太大的压力会让人崩溃 那我们要避免僵化的阴影模式 我们要打断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几个恶性循环 否则恶性循环一直下去 压力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压力的因应策略有哪些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刚刚那张stress的话 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最后这个正向思考 或者说社会网络 分享陪伴 三五好友 运动 避免不健康的压力疏解方式 好 那今天因为刚才主持人 金建会配玄 有特别问大家什么 有没有从line 有没有从脸书 我想各位来宾应该也知道说 这几年有一个很新兴的媒体 叫TED TED里面有很多不错的影片 可以看 其中跟我们今天演讲主题 最有关的是这个 而且TED因为 它在YouTube上面 都有相当多的一些人看 所以这一个版本的TED 已经有人翻全部的中文字幕了 已经有中文字幕了 所以其实各位进去TED找之后 How to make stress your friend 或者说 其实它已经有中文版 就是如何让压力成为你的好朋友 所以它其实讲的 几乎就跟我们今天 我带给各位金建之友的内容 大概都大同小异 大家可以 其实当然它讲的 它也有一些些不一样 大家不妨听一下 比较看看 另外TED的话 这个就比较 这个是因为有中文版 我想各位来宾 应该大家都可以看 那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这是有字幕 英文字幕 但是没有中文版 他提到说TED 另外有一个进阶版 TED的ED 他也有提到说 两个 一个是压力如何影响你的脑力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来宾讲的 压力会让我们学习能力 心情或者认知功能 这些东西会变差 这是压力如何影响你的脑 或者说压力如何让你的身体生病 如何影响到你的身体 这两个就比较进阶一点 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说不定TED他们还是会有 不同国家的人 可能有中文底则 有没有机会再帮大家翻译成中文 我想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摄取相关的资源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边 不知道各位今天在这边 各位金剑之友今天过来 有没有什么样子指教 谢谢大家 谢谢医师那么的深入浅出的 跟我们介绍 有关压力对我们身心的影响 还有提出很多因应之道 那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头脑的肥料 BDF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印证到我们说 怎么去减压 怎么去三五成群 可以让我们的肥料增加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谁样呢 我们神经人头脑壮壮这样子 记忆力好 然后情绪不会低 其实这也跟我们这个金剑会 在这个整个宣导的是有相关 因为我们宣导的就是说 怎么利用这个头脑健康操 那精健道 精神健康之道 怎么保养头脑免除烦恼 这个都相互呼应的 还有我们怎么减低孤疾感 刚刚讲到孤疾 孤疾的话容易让我们怎么样啦 容易烦恼对不对啦 那我们这个怎样啦 孤疾的话没有群体的这样的情况 BDNF 这个那个怎么样啦 头脑的肥料就减少了 所以我们就呼吁啊 什么三五成群 三五成群 大家有机会呢 其实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 金剑会志工的一个行列 多来听我们的演讲 那底下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题目 我们来来 坐坐坐 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那除了书面可能也可以举手呢 我先看一下 好 第一个就是说 一个吴小姐她说 虽然社会陪伴能够减低压力 但是许多人际关系的困扰 是最主要的压力源 请问这部分的因应 知道是什么 人际关系的困扰 那第二个就是说 生病身体的一个疾病 或家人的疾病 也会造成极大的压力 请问这部分 有什么比较正面的想法没有 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 自己生病或身体疾病 或家人的疾病 怎么去正面看待 谢谢 谢谢吴小姐提问 吴小姐提一个提到说 是人际关系的困扰 是主要的压力源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例如说 我的压力源是在于 我的工作上面 跟我的老板 跟我的主管 跟我的同事的一个困扰 增值那些的话 那当然这个就像吴小姐问的第二个问题 那个生病 身体的疾病 也许一时之间 你看到是不可以改变 因为生病就 病就在那边 不能改变 但是我刚才提到说 人际关系上面 我刚刚那个 support group 我指的是说 一般人扣掉 我刚刚举的那个工作上面 跟主管跟同仁的一些就格子 就像你应该找得到一些 你的朋友圈 让你觉得相处起来 没有压力的一些 共同兴趣 共同嗜好的圈圈 在他们那边 让你觉得自在 让你觉得有舒缓压力的情况下 当然有机会 可以寻求 那问一下他们说 如果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 你会 就是请问你的好朋友 愿意聆听你 陪伴你的朋友们 他们会怎么样处理 做一些参考了解 那当然如果在这个状况下 慢慢的调整之后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不是因为那个快乐而笑 而是因为你要常先笑 才会快乐 你也许有一个正面的思考 上面的改变的话 或许你本来跟你的同事 或者跟老板的僵局 会随着说 因为你先笑 你先把这样的一个僵局 先做一个瓦解之后 说不定可以有一些改变 这个是我的一些就是分享 这是针对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生病啊 身体的疾病 造成极大的压力 那我想生病或者身体的疾病 大家需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以现在我们台湾的健保保险制度而言 其实任何人只要想看 其实都会往最好的医院去看 就大概不会有人说 已经生了病 还会拘泥说 一定要先看什么地区的医院 大家一定是往最好的医院 那我想绝大多数我们最好的医院 医学中心的医师 也都是尽力 所以生病本身的话 家人有尽力 然后医学中心的医疗团队 有尽力的话 其实我们会建议说 那表示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就像我刚才举的一些生活里面的例子 我们已经尽力 然后我们也陪伴那个生病的人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舒缓生病的人的压力 而且呢 我们自己也要知道说 本来大家就都尽力的状况下 有些事情就是尽了人世之后 有一些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 好 这简单回答吴小姐的问题 好 那有两个听众是蛮类似的 他就说 有一个听众 他说觉得个性不适合目前的工作 常常加班 跟同事相处都有问题 每天压力都很大 有什么方法改善 另外类似就是说也是工作的问题 请问长期在办公室遇到同事的言语关系霸凌 面对不定时的言语控诉 刮苦 讽刺 该如何保持正面思考 那该同事常常会在长官面前说些批评我的话 让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很差啦 口气也很差 我该如何因应 这都是职场上的压力 这两个问题其实跟吴小姐的第一个问题有一点累 所以我想其实不少人的主要压力源的确是来自于生活 或者说工作啦 那当然就是如果大家可以想到说 如果最后一招当然就是那个死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但是各位要做这样子的决定之前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包括说你自己原先的一些经历啦 至于说要找下一个工作的话 是不是那么的可以义无反顾 如果当然可以的话 如果遇到这两位金剑之友提出来的问题 当然就是就可以想最后一招 如果真的想不到最后一招 如果最后一招暂时还没有相关的背景可以达到的话 其实就是变成说 包括说现在的压力的舒缓 那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一些 包括说运动啦 然后整个晒太阳啦 或者说包括说那个跟其他 不是职场上被霸凌你的 其他的人际关系 这些东西都还是存在的 那是不是有机会借由这些 还是可以存在的方式 改变一下你现在的不舒服 那当然真的有一些职场不公不义 我想这个绝对是有 真的有遇到这一类不公不义的状况 有没有办法适度的 在体制内做一些反应 我想这个都是可以说 不要说因为是在职场里面或者怎么样 你就觉得说好像只能吃闷亏 这个就回到我刚才跟各位来宾讲的 那个C型性格 C型性格就是说一直吃闷亏 一直压抑自己 我想这个对于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都绝对不好 如果可以做一个调整 你当然是可以B型性格随遇而安 就是我已经努力了 他还是这样 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条件去跳槽的话 我先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慢慢的藉由我们刚才讲的运动 人际关系 慢慢调整自己的想法 当然真的如果各位觉得说 已经真的受不了的话 再问一下你的童子 真正支持你的人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下一步 OK 那另外一个 跟各位举的例子里面 那个婆婆很烦恼 结果最后有她的朋友 跟她提醒 或者说同样一个字的拼法 有人提醒你说可以从不同端看 如果说不管怎么样 能够有一些人际关系 适度的 而且是跟 让你觉得听了她的话 也不会有压力 真正是支持性的人际关系 适度的提醒说 就像您讲的 到底这是真的存在 不公不义的状况 还是是庸人自扰之的状况 听一下朋友的一些建议观点看看 OK 好 那另外一个听众就是说 悲观跟乐观是否天生 就是A型 B型 C型 这个是否天生 A型 B型 C型 当然就是 因为现在关于个性 跟后天的调整 跟后天的调整 这个一直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当然因为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 包括说 从你从小到大 你的长辈或者说你生长 学习的环境都可能影响你可能会往哪一种去想 不过如果说今天 例如说今天像各位有兴趣过来听这样子的主题 知道说自己可能是比较像C型过度压抑的 人家说大好人 可是我心里面很痛苦的 或者说自己比较像是A型 一直在斤斤计较挑毛病的 你已经有这样子的自我觉醒之后 也许可以试着做一些修改一下看看 另外一个 请问对脑有帮助的营养是哪些 对脑有帮助的营养 补脑的 其实基本上的话 只要是自然天然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代人大部分真的都是营养比较多余过剩 所以我想就是蔬菜水果 其实有不少书籍都在讲什么样子才是健康的补脑的 那当然有些人说什么香蕉 有些人说不一样东西 但是我想就是事实上各位只要知道说 这个不是那种什么太多油炸太多油腻 那也许适度的每天的一杯热咖啡 适度的青菜水果 那肉类我想大概大家都一定蛋白质类都足够了 那我会建议说就先是这样 不要太多酒精啦 太多刺激性的东西 对 还有适度的压力对身心有帮助 那如何判断压力已经过度了 就是压力超过适当的范围怎么去判断 怎么去及早自我觉察 就是我们的app 脑力压力红绿灯 用脑力压力红绿灯就可以了 对 我们还有时间 有没有要举手发言的有没有 来 请大师 有没有要举手发言 举个例子 我稍微讲远一点 各位大概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 其实多巴胺是什么东西 多巴胺在我们脑内 就是解剖学上是有一个叫做 那个报酬 是酬劳的酬或者报偿 那个偿是补偿的是 报偿系统或者报酬系统 什么叫报偿系统或报酬系统 当我们我们举例说 各位的那个儿子或者孙子 考上什么台大奠基 台大医科 或者说讲的更夸张 各位昨天那个彰化 那个什么威力彩 各位种了那个威力彩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大脑里面 多巴胺会达到一个高峰 也就是说 多巴胺什么时候会达到高峰 就是让我们觉得讲 讲比较粗俗的话 各位会比较 让我们觉得很爽的时候 就会得到高峰 所以就是种了头彩 或者说各位的下一代 那个考上台大奠基系 或者说各位生的那个金孙 你们的子女生的金孙 你们就很高兴 那那个答案是这个 那为什么最近代人很多 会有西安 或者说西石可卡因 其实那个可卡因那些东西 因为骨科碱 或者安菲他命 是从外面打进人体的 它会让人 大脑里面那个多巴胺 很快地做得到高峰 所以就是说各位的子女 可能经了十年 你才觉得说你很高兴 你很高兴说他考上台大奠基 或者说各位中了头彩 或者各位当了那个阿嬷阿公 之后你觉得那个很爽的高峰 其实打安菲他命 西安或者说打骨科碱 就可以达到一样多巴胺的一个高峰 所以那个叫多巴胺 那个是本来我们大脑里面有自然的多巴胺 但是那些西安或者用骨科碱上瘾的人 他们用了西安或者骨科碱之后 他可以达到一样的高峰 那他当然他寧愿要请家荡产用那个 他就可以一样的 那很类似的 脑肺跟脑内肺是一样的 脑肺的话就是我们运动或者说很多人说 谈恋爱的时候脑肺会升高 那结果呢 现在的研究发现说 为什么那个字 那个字本来就是我们天然的 那为什么他要叫脑肺 因为在做鸦片跟马肺研究的人发现说 鸦片跟马肺上瘾的人 因为鸦片马肺就是从外面吸 从外面打的 他之所以会让鸦片 那个我们海洛因马肺上瘾 其实就是让那些我们大脑里面 原先天然要接收脑肺的瘦器 获得鸦片马肺去补在那里 会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很舒服很愉悦 所以就是多巴胺 我们内在的多巴胺是自然的 是健康的 我们内在的脑肺自然是健康的 可是为什么世界各国毒品成瘾 安非他命会让人工 让我们内在的多巴胺升高 或者说马肺会让我们内在脑肺的瘦器升高 其实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会世界各国都在治疗 这个毒瘾的问题 但是自然的当然是没问题 跟大家强调自然的脑肺跟自然的多巴胺 你努力你得到该有的报偿或者报酬的话 这个当然是OK的 你在买名牌包或者有些人在吃东西之后 多巴胺就达到一个高峰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健康的改变 或者说如果有一些能够转移掉 做一个更加OK 更被家人同侪接受的 当然是是不错的 不正不是 那个因为你有压力 那很多人用不同的管道去抒压 有的人是去买东西 有的女孩子会吃糖啊吃巧克力啊 那个都可以减少你的压力 但是这些都是错误的 因为你买东西你买一大堆就 钱就不够了 然后你吃东西吃到肥肥胖胖的 虽然可爱但是不健康 所以应该是遵守我们 那些谢医师讲的一些健康的方式 多运动 負面的 对对我们不要用不健康的应用方式 刚刚说不健康的应用方式 让你更糟糕而已 是是是 好那还有一个 这个梅小姐她说 从饮食坛减压 减缓压力增加血清素的浓度 吃色胺酸的一个食物 譬如说香蕉啊牛奶等等 使头脑快乐放松 是否可以成为舒缓压力的另一个管道 谢谢梅小姐 其实这个刚才梅小姐所讲的 就香蕉啊牛奶啦 大概都会有人提啦 那我这边就强调 四度的那个 都是ok的 因为你香蕉或者牛奶吃的太多 大概也会有一些吃太多相应的问题 另外第二个她是说 能够一些软腺的东西焦黄是吧 僵黄促进循环嘛 对不对 那可以使少运动者身体循环比较正常 由身体正常运作带动 减缓压力 她自己在讲食物啦 僵黄 我不晓得 我想大概也是ok 因为其实梅小姐第二个跟第三个好像是在 提醒我们说 其实胃肠当然对人 其实不只胃肠对于我们一个人 很重要 规律的运动或者说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都相当的重要 另外一个问说 请问缺乏蛋白质对大脑有何影响 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涉到全面的营养的问题 其实缺乏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就是鱼肉蛋奶豆类 缺乏蛋白质的话 事实上不只对大脑有影响 大概就全身的身体都会有所影响啦 那其实因为我们大脑里面相对应就是思考啦 那些还是需要用到相当的能量啦 所以包括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大脑的肥料啦 那些都是需要我们的消化系统提供各种不同的碳水化合物 或者蛋白质才能够有在大脑里面有相对应的一些制造的机制 所以大概就是能够回答 这位经验之友就是说 其实应该是对全身都会有影响 里面大概也会有机会看到一些素食的 真的就是定期可能也需要特别补充一些维糖 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的稀有的少量的变解值 或者说一些特别的营养素 刚好如果你是纯吃素不吃肉的人 就会常常缺乏 一般甚至会建议说如果真的是因为信仰 或者其他的理由吃素的人 真的他如果已经还在那种二三十岁要怀下一胎的时候 也许需要适度的补充一些维他命类的 应该不会很多大师都吃素啦 不会影响你的资历或者是你的智慧啦 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些瓶血啦 或者是维他命缺的啦 缺的啦缺叶酸啦 试试看 聪明没那么容易啦 是各方面的一个促成的 对 我们不要聪明要智慧啦 所以智慧怎么促成不下 智慧是后天的嘛 聪明可能是天生的 OK 请问谢医师 家人目前不愿意出门都在家里面 承受压力之后 没办法排解 采取封闭自己 所有证明都听不进去 请问如何 才能够说动家人出去抒压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大 家人不愿意出门都在家里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就是 我比较难特别的回答 大概就是说明说 先要了解一下说 他只是不出门合理 还是说整个人际关系 自我照顾都倒不行 如果纯粹只是不出门 但是在家仍然自己煮菜 自己有上网自己有自己的网路朋友圈 也有跟人际关系 当然就比较OK 那如果是完全都不出门 都封闭自己的话 这个真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案例的时候 其实可能像说 我们汤医务长在的 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门诊 有机会是医师护理 医疗团队上门去看 才能进一步的了解 他的状况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 可能不是那么 因为这样子写 其实我们真的 不是太能够回答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 是真的有一些社会 我们目前已经有的机制 是可以进行的 有机会 没有人在这些人 在这些人里面 就是这样子